第三十集 菲利亚福克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连陆陆通在内 一共有三个旅客失踪 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打死了呢 还是被西乌人捉去了呢 现在谁也不知道 旅客负伤得相当多 不过据了解 还没有人受致命的重伤 布洛克托上校算是一个重伤号 他这次作战很勇敢 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被打倒了 他和另一些需要立即治疗的旅客 都被抬到车站里去了 埃尔达夫人平安无事 菲利亚福克虽然是全力作战 但是连一点皮也没有擦破 菲克斯棒上受了一点轻伤 只是陆路通失踪了 埃尔达夫人在为他流眼泪 这时 旅客都离开了车厢 只见车轮上血迹斑斑 车符和车骨上 粘着一块块烂肉 在那盖满白雪的平原上 一道鲜红的血印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跑到最后面的那些印第安人的背影 现在已经在南方共和河岸边消失了 菲克先生双手交叉着 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他正在考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埃尔达夫人在他旁边一声不响 望着他 菲克先生懂得他的意思 如果他的仆人是被印第安人捉去了 难道不应该牺牲一切去把他救出来吗 不管他是死是活 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他简单地对埃尔达夫人说 啊 先生 菲克先生 年轻的夫人叫着说 他抓住菲克先生的双手 这双手上流满了他的眼泪 他不会死 菲克先生说 只要我们一分钟也不耽搁 既然这样决定 菲利亚·福克便准备牺牲一切了 他等于已经宣告了自己的破产 因为只要耽搁一天 他就赶不上去纽约的游龙 他的赌注是输定了 但是他考虑到 这是我的义务 因此他毫不犹豫 在克尔尼堡住房的连长 就在旁边 他的士兵约有一百多人 已经做好防御准备 如果西屋人直接来进攻车站 就及时预议回击 先生 福克先生对连长说 有三个旅客失踪了 死了吗 连长问 死了还是被俘了 福克先生回答说 现在还说不定 需要马上弄清楚 您是不是预备追击那些西屋人 这可不是件小事 先生 连长说 这些印第安人 能跑到阿肯色河那边去 我总不能丢下上级交给我的军宝啊 先生 菲利亚福克说 这件事关系着三个人的生命 这我知道 但是叫五个人冒生命的危险 去救三个人 我能这样做吗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这样做 但是您应该这样做 先生 连长回答说 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有权 指使我应该怎么做 好吧 菲利亚福克冷冰冰地说 那我自己去 您自己去 先生 菲克斯走过来叫着说 您一个人去追那些印第安人 这里所有活着的人 都是这个不幸的小伙子救下来的 难道 您叫我看着他死在印第安人手里吗 我可一定要去 好吧 您别一个人去 连长叫着说 他已经被福克的行为感动了 不错 您是条好汉 他回头对自己的士兵说 来三十个人 自愿报名 全连士兵都涌上来了 连长只需在这些正直的小伙子中间 挑选就行了 他挑好三十个人 另派一个老军师长带队 谢谢您 连长 福克先生说 我跟您一起去好吗 菲克斯问福克先生 您高兴趣就去吧 先生 菲利亚福克回答说 不过 假如您愿意帮我的忙 我希望您在这里陪着艾尔达夫人 如果我遇到不幸 听了这话 警察听密探的脸上突然变得苍白 他寸步不离地紧盯着这个人 现在要离开他了 让他这样到那荒芜人烟的地方去冒险 菲克斯注视着这位绅士 虽然他对福克怀有偏见 虽然他正在跟对方进行着斗争 但是在这个态度坦然而又正经的绅士面前 他终于还是低下了头 好吧 我留在这儿 他说 过不一会儿 福克先生跟年轻的艾尔达夫人握手告别 并且把他那个宝贝旅行带也交给他了 然后他就跟着军事长 领着的一小队人一起出发了 临走之前 他对士兵们说 朋友们 如果能把人救回来 就给你们一千英镑的奖金 这时已经是十二点过几分了 艾尔达夫人回到车站上的一间房子里去了 他独自在那里等着 这时他想着福克 想着他仗义救人的气感 想着他沉着勇敢的精神 福克先生已经牺牲了他的财产 现在他又不顾自己的生命 为了尽义务 他毫不犹豫 甚至连一句话也不多说 在艾尔达夫人看来 费利亚福克真是一个英雄 但是密探费克斯却不这么想 现在他心里烦躁不堪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在月台上走来走去 刚才他一时糊涂 现在清醒了 让福克走掉了 这是做得太糊涂 我是怎么搞的 寸步不离地跟他跑遍了整个地球 现在居然会同意他走开 现在他密探的本性又恢复过来了 他不住地责怪自己 他对自己的指责 就好像是伦敦警察厅长 在训斥一个由于无知 而放走了一个现行犯的警员 我真是混蛋 他心里说 别人会把我的身份告诉他的 他这一走总不回来了 现在带他哪儿去抓他呢 唉 我怎么会给他骗住了呢 我费克斯口袋里 有抓他的鞠票 嘿 我真是个笨蛋 警察厅密探就这样 在那胡思乱想 他觉得 时间过得又长又慢 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一会儿 他想把这一切都告诉埃尔达夫人 但是 他知道这个年轻的女人 将会怎么对付他 怎么办呢 他想穿过那漫长的雪野 去追赶福克 他认为 也许还能找到他 雪地上还留着那一对人 走过的足迹 但是过不一会儿 那些足迹 就被一层心下的白雪盖上了 这时 费克斯泄气了 他现在心里 真想放弃对福克的追踪 正在这个时候 眼前出现了一个机会 他可以丢下福克 马上离开克尔尼堡 继续他这次多灾多难的旅行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下午快两点的时候 天上正飘着额毛大雪 忽然从东面传来几声汽笛的长鸣 接着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雾 头上射出强烈的光芒 慢通通的向这边走过来了 他在浓雾里越发显得庞大 并且还带有一种神怪的气氛 这时人们根本就没想到 会从东面开来列车 通过电报要求增派的机车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到 从奥马哈开往旧金山的火车 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经过此地 但是不一会儿大家都明白了 原来是一辆机车 不住的鸣着汽笛 慢慢地开了过来 这正是原来的那辆机车 他自从甩掉了列车以后 就以惊人的速度 带着半死不活的司机和司卢 继续向前飞驰 一直跑了好多英里 一小时之后 煤烧得差不多了 火也小了 蒸汽也减少了 他才越走越慢 最后在离开 克尔尼堡二十英里的路上 停了下来 司机和司卢实际上都没死 只是昏迷了过去 过了很久 他们又醒过来了 机车已经停了 当时司机看到四周都是荒凉的雪地 只剩下一辆光杆的机车 后面的列车也不见了 这时 他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可是机车怎么会把列车甩下去的呢 这一点 他怎么也猜不出 但是 他毫不怀疑 列车一定是留在后面 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司机毫不迟处地 采取了应有的措施 把机车 继续向前开 开往 奥马哈 这是一条妥当的办法 如果退回去找列车 可能那些印第安人还正在车上抢劫 这是一个危险的办法 管他的 锅炉里填满了煤和木柴 火烧忘了 压力又加大了 大约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机车倒着 开回了克尔尼堡 这正是刚才在浓雾里 鸣放汽笛的那辆机车 旅客们看到机车和列车 又重新衔接起来了 都感到非常高兴 这样一来 这个不幸中断的旅行 又可以继续下去了 机车移到克尔尼堡 爱尔达夫人就出了车站 走过去 对列车员说 隐门就要开车了吗 马上就开 夫人 可是那些被捉去的人 那我们那些不幸的旅办 我总不能让火车停在半路上 列车员说 我们已经雾点三个小时了 从旧金山开来的下一班车 什么时候到此地 明天晚上 夫人 明天晚上 那就太晚了 你们得等一下 没法等 列车员说 如果您要走 就请上车吧 我不走 年轻的夫人说 他们谈的这些话 费克斯句句都听见了 刚才 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时候 费克斯曾经发誓 要离开克尔尼堡 可是 现在 列车就停在他面前 马上就要走 他只要回到车厢上 坐上自己的座位就成了 可是现在 他的两条腿 仿佛被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 钉在了地上 他的两只脚像站在热锅上一样 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车站 但又下不了走的决心 他心里展开了剧烈的思想斗争 失败使他恼羞成怒 他决定要干到底 这时 旅客们和几个受伤的人 包括伤势很重的 普罗克托商校在内 都上车了 机车锅炉早已烧热 正在不停地乌咽着 蒸气从气门嘴上 直在外喷 司机拉响了气敌 火车开动了 转眼之间 列车已经在白色的烟雾 和飞舞的雪花 混乱交错的原野里消失了 密探费克斯留下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天气很坏 冷得要命 费克斯静坐在车站里的 一张靠背椅上 动也不动 看起来好像他是睡着了 埃尔达夫人不顾风雪交加 时时走出那间 为他准备的房子 到站上张望 他一直走到月台尽头 他想透过这些飞舞的大雪 能看见的什么 他想隔着这完全阻碍着 视线的浓雾 能听见些什么 可是什么都没有 这时他已经被冻僵了 他又回到屋子里 准备停火再出来看看 但是一直是毫无音讯 天晚了 那一小队人还没有回来 福克先生现在在哪里 他能找到印第安人吗 难道是在作战吗 这些士兵会不会在浓雾里迷失方向 正在瞎摸乱撞呢 祝克尔尼堡的连长 虽然不愿露出什么忧虑的表情 但是他实在也很心骄 黑夜降临了 雪也下得小点了 但是天气却更加冷了 即使是胆大包天的人 在这漆黑无边的原野里 也会感到毛骨索然 这时既无飞鸟掠过 也无走兽奔驰 万籁俱进 此一样的沉浸 笼罩着整个大地 整个一夜 爱尔达夫人心里 充满了不幸的预感和忧郁 她在那草原边缘上 不停地徘徊 她被自己的幻象 带到了辽远的地方 那里使她看到数不尽的艰险 在这漫长的黑夜里 她所感受的痛苦 是无法描述的 费克斯一直是待在 那个老位子上 但是她也一样睡不着觉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好像有个人走到她跟前 并且还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 但是密探听完了 那个人的话之后 摇了摇头 就把那个人打发走了 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清晨半明半暗的太阳轮廓 从弥漫着浓雾的天边升起 这时 人们已经能看到 两英里以内的景物了 费利亚福克和那一小队人 昨天是向南方追击的 而南方现在却空无所有 时间已经是上午七点了 连长现在非常忧虑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不要再派一队人去支援呢 该不该再派更多的人去为那些最初被俘的几个人 去冒生命的危险呢 而这种救援又是那样希望渺茫 但是她的犹豫并没继续很久 她招来一个排长 命令她带人到南方去侦查一次 正在这时 人们听见了一阵枪声 是在发信号吗 战士们都冲出了堡里 他们发现 离此约半英里的地方 有一小队人 步伐整齐地走了过来 走在前面的是福克先生 他旁边是从西乌人手里 救出来的陆路通和另外两个旅客 他们在科尔尼堡南边 十英里的地方打了一仗 在队伍赶到之前不久 陆路通和另外两个男友 已经和押顺他们的西乌人 站起来了 当福克先生和士兵 赶去救援他们的时候 这个法国小伙子 已经用拳头揍翻了三个西乌人 人们用欢呼来迎接 这些救人的人和被救的人 菲利亚福克把事前许下的奖金 封给了士兵 这时 陆路通一再重复着说 说实在的 应当承认 我的主人在我身上花的钱 真不少了 这倒确实是一句老实话 菲克斯一句话没说 只是看着福克先生 要分析他这时的思想情况 是很困难的 至于爱尔达夫人 他双手紧握着这位绅士的右手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陆路通一到车站 就东张西望地找火车 他还以为列车会在站上停着 等他上车就开往奥马哈 他还盼望能补救耽搁了的时间 火车 火车呢 他叫着说 开了 菲克斯回答说 下一趟车什么时候经过这里 菲利亚福克问 得等到今天晚上 哦 这位不动声色的绅士 只简单地说了这一个字 菲和 rotating 拜worker 咱佛 Perry owany considerations 都是 咱 稍远 ces